Hello 大家好 我是雷瑟琳 Hello 大家好 同學我介好 我是少林王耀明 今天非常歡迎我們兩位活動大使 其實在百忙當中呢 都一起來出席我們這一次的新錶款展示 雷瑟琳是第一次這個時尚秀 就現在有Hamilton是嗎 對啊 而且這對我意義還蠻大的 因為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支錶 對 我還蠻開心的 而且因為明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收到這個就有一種長大的感覺 你直接就已經收到這個 Douglas已經在喊好 已經直接跟我們的品牌經理喊好 我們等一下來問問看他可以嗎 他考慮一下 給他考慮一下好不好 那其實Sunny跟Hamilton之間的合作情侶就不用講 去年拍的這個穿越大劇當中 據說所有的標款都是Hamilton的標款 是的 首先我要很感謝Hamilton 因為去年我們拍的龍門客棧是Hamilton贊助的 那我的角色周懷安他是一個特務 安全局的特務 然後因為Hamilton在國外 美國然後好萊塢 他們都會贊助非常大的好人的片子 沒錯 然後特別是那種特務的啊 經費的啊 然後就是很多action的 然後他們通常都會去找男主角 然後男主角通常都是英雄 所以這次去年贊助我的時候我非常榮幸 然後非常的lucky 所以啊跟他們合作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剛才看過這個Douglas在介紹的時候 Hamilton一路以來贊助的所有大片 裡面都是好萊塢一線的動作男星 才會選擇佩戴Hamilton 而且其實Sunny在台灣現在也開始有一點朝 當然有偶像的條件 然後也開始朝這個武打能文能武的方向前進是嗎 是的對 因為從小時候就一直在練武術 嗯 然後又喜歡自由國籍跟格鬥 所以我們拍龍門客戰的時候 也有在想說 欸哪一支錶 最適合這個角色 然後當然也有很多錶的品牌也有來找過我們 那我們就覺得說Hamilton 因為他們贊助過非常多的英雄 然後我們就覺得戴上這支錶就有一種氣勢 然後又是非常man的感覺 然後又是有個性 對所以 而且又可以常常換不同的錶帶 很多選擇 對然後我覺得那也很好 就是因為我們每天都拍很多場戲 嗯 所以穿著也很重要 比如說有時候我穿軍服 然後有時候我穿西裝 啊 各種style 對然後你當特務嘛 有時候又是變裝 所以 而且也有跟美女約會的部分對不對 對對對 也有跟其他女主角約會 對啊 所以這樣子就是每一場戲都有不同的錶帶 而且其實這個好萊塢的一線動作男星 其實Sunny佩戴的時候 未來有沒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往Hollywood發展的話 有這個想法嗎 呃 我覺得 每一個男生從國外 呃 長大的都有這種 一個fantasy吧 那當然你進了演藝圈以後 你當了一個演員 這也是一個夢想 可是我覺得就是一步一步來 希望Hamilton 帶上Hamilton之後 祝你一臂之力好不好 謝謝 那剛才其實雷瑟琳也講到 今天不但是第一場的時尚秀就演給了Hamilton 這一支錶款 帶上是時候剛才在那邊 細細的品味 細細的欣賞 你跟大家講一下你配戴它的感覺 還有你看它的設計 因為像我看這支錶啊 它是Skylum的行動系列面盤 那它的正面跟側面都非常的漂亮 像花瓣 很有顏味 然後像蝴蝶一樣 那種天天起舞的感覺 很浪漫的感覺 對啊 而且我其實 因為像我自己我非常喜歡白色 可是它的白色不會說是很單調的 一個白色它有配上就是 紅色的 跟你今天的唇色是搭配的 它的表帶非常的漂亮 精緻 我覺得它可以讓我就是 增添不少一點 女人味 對 你看那在Sunny面前呢 我們講的就只是看外行 Sunny本身是收藏很多的名表